最起码我现在穿进去很轻松 今天给大家聊聊这双特利昂三代 鞋盒之前跟你们聊过了 今天我们直接打开它 鞋盒内侧还会有特利昂的签名 这个配色我是看我们南京同系队的林薇 他上脚的我才爱选择着稳 整体还真挺好看的 鞋面大体上都是用的这种织物的鞋面 然后在前掌的两端都会有这种热绒材料的加固 特利昂的球鞋它有一个特点 它第一个鞋太空到鞋头这块做得非常之长 而且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就是三代其实看不出来 前两代它的脚踝部位收得非常的窄 也就是如果你穿进去很困难 但是当你穿进去之后 鞋头这块因为没有鞋带作为绑定 所以说这块的位置是固定的 穿一段时间你会觉得特别空 三代我觉得稍微要好一点 最起码就是咱们穿起来不费劲 然后鞋身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打孔 然后两侧有这种类似于动态飞线的设定 作为它的鞋带孔使用 然后到了后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环绕式的GPU 中底就是这个Composite Phone 这个之前在阿迪的有一双拖鞋当中有运用到过 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形态也非常之下 然后从底部我们可以看到它中底做了一些这种镂空 但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比如说你踩到水这块会渗进去 这一块它还是这种热熔材料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隐约的看到它的这块异形的TPU靠底片 因为这个橡胶底它能看得太明显 然后它是有做很多的这种凸起的 大家从这个面应该可以看到 它的整体的外体是凹凸不平的 外体就是全掌的这个人字纹组成的橡胶底 特利昂这个鞋型我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去试穿 三代虽说它比前两代 鞋口这块更容易穿进去了 但它前掌部位因为没有鞋带孔 它的那个松紧度这块是固定的 反正对于我的脚型来说 当我穿一段时间之后 两边会更松 松了之后就是我的脚会在前掌有些打滑的现象 对于我来说它前掌是偏宽了一些 但是它又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就是它这块压得挺低的 就是你只有是那种宽脚 并且前掌这块是低脚位的人才能够去适配它 所以说还是要你们去亲自试穿一下 整体中底的这个脚感和前两代有非常明显的不同 就是它不像前掌lightstrike那种非常贴地的脚感 它前掌会比lightstrike更不软 而且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下限感 后跟相较于boost来说 它的下限感没有那么强 它会更软一些 它的回弹感没有boost来的好 但是它的这个整体性 就是前后掌的这个地传导会比前两代来的更出色一些 就反正特雷扬三给我的感觉就是 前两代做的太小众 当然肯定有适配它的人 但是我们从它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和它的这个销量来查 很明显它的这个受众群体并不是很大 三代对于前两代来说 虽说它没有这个lightstrike也没有boost 但是它可以适配的人群会更多 最起码我现在穿进去很轻松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答案关于这双节的问题 或者其他学类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 也可以直接使用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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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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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